ISIS呢 你不要把他们以为 ISIS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 不是的 就是世界上好多的精英年轻人 都是他们过去的 首先它是网络上发酵 发酵以后呢 好多网上通过这个过去 过去后 它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有好多是网络黑客过去的 所以ISIS现在这个网是 别的网络它是为了获取信息 有的是年轻人上网时 喜欢猎奇 它那帮人办那个网 都是为了生存 为了作战用的 怎么样诱惑对方啊 怎么样给他们 制造恐怖 制造恐怖啊 告诉你炸弹怎么拆装啊 为什么我说 我说我们军有大北营 我们做节目要注意呢 就是好多东西你不能告诉他 这个武器怎么拆装的 就是有一个人 他在家里造出一个 小型的核电站 有的一个人 他造出一个小型的核武器 最后让警察发现了 翻译会说 这背后的主使是谁 他说没有啊 我就上网一查 不行我给你演示一遍 我从哪个网上查查查 这个完全就可以可操作的呀 完全是可操作的 那个 我比较崇拜的一个 我崇拜的总共没几个人 其中有一人 Tom Clancy 就是我翻译他的第一本书 就是追踪红十一号前顶 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最后写了好多技术的东西 他写到他在核潜艇上那些动作 就罗钉罗摩哪个地方该怎么 他都知道 他没上过前顶 就是这个人写的书 最后快出版的时候 他自己良心发现 他不行 我得改太详细了 就是这个很容易流散到社会上去 让人年轻人不知道 他自己就会去仿造一些这种武器 因为他写的太详细了 澳大利亚有一哥们 他有一天他自己弄好了 他要试验他自己的巡航导弹 就外国进这种奇葩 他的巡航导弹能打2000多公里 结果最后说 你这个东西要万一打着人怎么办 就告诉警察了 警察说这个得告诉军队 一说2000多公里 军队一看 哇塞 跟真巡航导弹一样 就澳大利亚一个人 他没有任何的坏意 他就是感觉 科技 好外国人 他经常认识七四妙想 他感觉这个有什么不行 他就自己家弄个巡航导弹 这都是公开报道的 就是所有的自己家造炸弹的 自己搞什么小型核电站的 全都网上都能查到 你想想ISIS 太可怕了 它能造核弹 能造化学 我一下里有好多化学专家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这个网络 你不管控怎么行 至军武大本营的诸位看官 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呢 打开微信 搜索军武大本营 点击关注 即可加入由橘座坐镇 缓缓坐陪的军武大本营 如下福利在这里排队恭候 一 独享的精彩片段 每周面见橘座短短30分钟 岂能过瘾 每期节目播出后 都将在微信公众号 独家放送粉丝专属的精彩内容 橘座的京士庙宇 达人们的盖世武功 你都不会错过 二 军武商城优选潮品 微信号里直通的军武商城 库存大量橘座和小伙伴们优选的奇妙商品 我们有粉丝专享的特价恭候 三 福利多多的线上活动 每周大本营的有奖活动 都将海量派发各种神奇周边 给到大本营里的小伙伴 想倾听更多橘座的肺腑之言 想收看俄罗斯美女缓缓的日常亮照 想了解还有哪些神奇达人即将现身 关注军武大本营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都将第一时间送达消息 即刻关注还有福利等待大家 军武大本营 邀您一起感受不一样的军事文化